痛风患者都知道,痛风来去如风,常常半夜突袭。痛风不发飙时,彼此相安无事,一旦发飙,让痛的怀疑生。 很多认为,防止痛风发作,就要降尿酸,但是一味集中火力降尿酸并不科学。 在痛风的不同阶段,治疗用药其实大不同。 在急性发作期使用降尿酸药会适得其反,越吃降尿酸药,关节肿痛越厉害。 我们把痛风可分为五个阶段,一,无症状高尿酸血症,尿酸浓度超过正常值,及痛风的潜伏期。 二,急性关节炎发作期,当遇到外界诱因,使尿酸炎结晶沉积在关节周围组织,引发急性剧烈的关节红,肿,热,痛症状,也就是痛风。 三,间歇期痛风,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后,经过消炎后,往往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症状,称为痛风的间歇期。 此期长短不一,从一年发几次到一个月发几次。 四,慢性痛风时性痛风,痛风时是尿酸炎结晶沉积在关节内或关节周围组织,逐渐增大,形成突出于皮肤表面的黄白色结节。 痛风时不一定疼痛,但最后可导致关节变形,影响外观及功能。 此时如果再不进行溶酸、排酸,很快就会并发其他更为严重的疾病。 五,痛风性肾病,由高尿酸血症导致尿酸结晶沉积在肾脏所致,最终进一步损伤肾,最终导致尿毒症。 因此,当发展到第四期就很严重了,我们抓住前三次机会,就能摆脱痛风骚扰。 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时期 有些患者刚查出尿酸高,没有不舒服症状,怕得痛风自行吃药,防患于未然。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,这个阶段不需要物治疗,但是一定要注意饮食、运动,同时积极治疗高血脂、高血压、关心病及糖尿病等相关疾病,并控制体重,防止肥胖。 此时没有抓住,倒极性关节研发做齐,也是治疗的关键,是患者最痛苦的时候,为了快速止痛,脱离苦海,赶紧吃药,一种药不行,那就几种药一起上,这种做法只会雪上加霜,越吃越痛,病情越难治。 正确做法抬高患之,局部冷敷,并进行抗炎止痛,可以选择非栽体类抗炎药,秋水先减,激素药,激素药不可长期使用。 在痛风缓解其后慢慢添加酱尿酸药,急性发作其过去,患者暂时舒服了,于是很自觉停药了。 这又是常见的误区,此时得赶紧用上降尿酸药。 因为有过一次痛风发作后,就像打开了诡异的潘多拉盒子,第二次,第三次很可能接种而来,而痛风反复发作会形成痛风时。 再次强调,当痛风急性发作时,千万不可马上吃降尿酸药,吃错药加重病情损伤肾。 想要降尿酸,也应该循序渐进,从小剂量渐渐加量。 因为尿酸降得太快,会导致炎症局部尿酸结晶,反而引起痛风反复发作。 所以不要急于让尿酸达标。 同时,抓住这三次机会,痛风就不会反复或者加重,降尿酸需要长期治疗。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